王世堅說包括像 對啊在我面前提這個 拜託 他說像陳冠廷這樣的綠營的人才入府 是鮮花插在牛棚上 我們為什麼要去 我為什麼 不知道 聽到王世堅三個字 柯文哲臉色一垮 因為這位柯黑大將軍 還送給柯文哲八字真言 要他在處理兩岸關係上 不再其位不謀其政 什麼時候去干預國 拜託 我們只是做我們 其實這樣啦 中央可以做的事他就拿去做 不然回去跟他搶去做那些事情 遭往事件大酸 對於兩岸議題屢屢越現 柯文哲很不以為然 但聽到韓國瑜提出 要逐步放寬入資投資高雄 甚至可以購買房地產 柯文哲還是忍不住做出回應 我們現在對入資有很多限制 這個這樣啦 一樣嘛 不是叫我不要隨便講兩岸議題 這個就是 要不要開放入資到台灣 這是中央的權責嘛 那我就 好不好我就省事 我不要講意見有沒有 而被問到爭議依舊的台大校長案 柯文哲曾經認為民進黨應該認賠殺出 如今管中民被放行准與就任 但也因此教育部長葉俊榮丟了關 這個案子已經損耗三個交易部長 我的建議是這樣啦 管中民就安安靜靜的上任 然後認真做事這樣就好了 把這事情趕快就cross掉了 柯文哲第二任期上工第一天 出席市政活動 針編時事無所不談 歡迎續問林委屈張遠春 台北報導 表 ET 雲 在地域上 到了